我爸疯狂舔了女首妇三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功上位 我也因此多了九个容貌绝世的女神姐姐 本以为要在后妈家当牛坐马 不成想九个绝色姐姐居然都想嫁给我 林雨昕 你还真是个绿茶呀 嗯 你说谁呢 你才绿茶呢 哼 你不是绿茶 谁又是绿茶 花光了老子的钱 估计你又找到下家了吧 就在这时 从旁边一辆宝马车上 走下来一个男人 亲爱的 你来了 这就是你的下家 你就是那个叫肖什么的 小子 还不快滚蛋 以后不要再来找雨昕 听到没有 听到这话 木白捏着拳头吱吱作响 就在他想要抱揍眼前这个男人的时候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急吃而来 存在了木白他们面前 你就是肖木白 嗯 是的 你是 以后叫我姐姐 这位姐姐 晚上有没有时间 一起吃个饭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小姐姐不要拒绝得这么快吗 一回生二回熟吗 离我远点 哪来的蛤蟆 你也配 你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可是青红集团的地产经理王寺 青红集团的地产经理 怎么怕了吧 你要是现在给我认个错 陪我吃个饭 我或许可以考虑 饶了你 是的 让他滚蛋 没有理由 你就和他说 你有个好儿子 走吧 弟弟 大家可都在等你呢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 你跟我回去 答案就会揭晓了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秦沐宇 青红集团就是我们家开的 小子你特娘的是不是又惹过了 怎么好好的 人事来通知我说 你家死小姐让我马上滚蛋 说我有个好儿子 你到底干了什么 那个 亲爱的 我们还去逛街吗 逛泥马的街 老子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老爹你牙齿真牛白 当司机当到你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女首富爱上司机 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啊 小路 所以我们现在想结婚 爸想和你秦阿姨在一起 但你毕竟是我儿子 所以我需要问问你的意见 我当然赞成了 爸 秦阿姨 你们不必担心我 我支持你们的选择 那太好了 谢谢你的支持 小木 我和你秦阿姨 不打算举办隆重的婚礼 毕竟我们都这把岁数了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 去世界各地转转 我们可能几天后就走 你秦阿姨忙了一辈子 她也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老爹真是够潇洒的 小木 初次见面也没有什么礼物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还请你一定收下 秦阿姨 这礼物太贵重 我不能收 小路 这是你秦阿姨的一片心意 你看你秦阿姨 你要是不收 你秦阿姨会不高兴的 好吧 那就谢谢秦阿姨了 哈哈 小木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我年轻的时候 受过感情的伤 只顾着事业打拼 不过期间我还收养了九个女儿 秦秦宏介绍起了家庭成员 木白整个人都傻了 自己不但多了个首富后妈 还多了九个卓越的姐姐 在这个过程中 四姐秦穆宇也在一直观察着木白 秦穆宇从小习武 常伴秦秦宏左右 秦穆宇其实并不喜欢费脑筋的事情 不过今天为了集团的利益 他还是一直认真观察着木白 不过从木白今天的表现来看 应当还算可以 至少在接受一百万的时候 木白真的是不想接受的 秦穆宇想了想 拿出了手机 木白今日表现还行 没什么问题 哇 没想到这个便宜弟弟 还是一位帅哥 哼 这小子要是打集团的主意 我就嘎了他 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只要老妈高兴就好 我都无所谓了 这个小子还挺帅气的 如果人品好 要不要加入娱乐圈 哼 我最讨厌男人了 九个姐姐纷纷发言 好不热闹 小木 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建议你也搬过来一起住吧 这不好吧 我马上要大学毕业 我还是在外面租住比较方便 诶 这没有什么的 家里有别墅 干嘛非要租住在外面 而且这个别墅里也有足够的房间 你同时也可以和你的两个姐姐熟悉熟悉 秦清红寻寻善用 木白看得出他喜欢大家庭的感觉 要不然也不会收养九个女儿 木白无奈只能答应了下来 木鱼 你先带小木在别墅里转转 让她选一间房间 木白 姐今天第一次见你 没有什么好送的 这块手表就送给你吧 木鱼姐 这个礼物有点贵重 恐怕我不能要 嗯 这是姐的心意 你要是不要 就是不认我这个姐 姐可是要生气的 谢谢木鱼姐 躺在床上的木白 拿起手机搜索了一下 没想到四姐秦木鱼送给她的手表 竟然是劳力士典藏款 价值五十万 丁 生活辅助系统绑定中 本系统将会辅助宿主成就完美人生 丁 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 神级医术 顿时一股暖流充满木白全身 舒适无比 恰在此时 房间外面传来吵架的声音 妈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争家产的 女儿 我们可以签订婚前协议的 你向叔叔都同意了 妈 你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你忘记之前的事了吗 你向叔叔是真心的 你相信吗 错不了 争论越来越激烈 秦清红突然急火攻心 运转在地 大姐秦妮上 因反对我爸和秦阿姨的婚事 与秦清红大吵起来 秦清红突然急火攻心 晕着在地 秦清红的倒下 别墅内乱成一锅粥 秦木鱼火速奔向别墅隔壁的衣饰家 而木白同庸人手里 借到了一副银针 便要给萧清红施针 这位美女 你先让开一下 你谁啊 凭什么让我让开 秦阿姨再不救治 可能救救不过来了 你竟然诅咒我吗 木白脸色一变 直接挤开秦妮上 便要给秦阿姨下针 这时 秦木鱼刚好拉着一位老先生进门 只见木白手 急快地开始施针 他的手法之快 竟然让人认为 只有手引移动的错觉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针灸的 手法还如此娴熟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秦清红醒了过来 小木 谢谢你 没想到你还会医术 要不是你 可能这次阿姨就嘎了 呸呸呸 别说这会气的话 这位小哥 敢问你刚才用的 是不是悬疑神针 嗯 老先生也知道 那当然了 我曾在年幼的时候 见过一次 没想到老朽 竟然在今天 再次得见这悬疑神针 老朽当真死而无憾 木老可是做过 中医院院长的 是当地有名的医生 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每日想要 登门求医的 可谓络绎不绝 而这位老中医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么木白的医术 岂不是 我靠 老先生言中了 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不知老朽 能不能 嗯 老先生但说无妨 就是 那可 那可 老朽能不能拜师 向你学习这悬疑神针 木白一时 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向秦清红 秦清红 秦清点头 老先生当真要学习 悬疑神针 小友愿意教吗 当然 那太好了 以后 你就是我师父 老家伙我名叫木云天 师父再上 请受徒儿一拜 老先生不必如此 我可不敢做你师父 以后我们互相学习就好 这可不行 一日为师 终身为世 小友 莫要阻拦我 老家伙生怕木白 不教他悬疑神针 因此非要把这师徒关系做实 小友 今天我是规定了 耶稣来了也挡不住我 啊 哎呀 秦阿姨 不要携我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而且我看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这几天 我再用针灸给你调理调理 好 那就有劳你了 对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大姐 秦尼尚 她什么都好 就是为人有些霸道 妈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大姐 你好 我是肖木白 请多关照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妈 妈 我不是有意和你吵架的 我知道 这么些年太多人追求您了 所以我老不放心了 我知道你的担忧 你要相信你老妈识人认人的本事 你肖叔叔和木白都不是要贪图我们什么的人 对了 你也老大不小了 马上要二十六岁了 也应该为自己婚事考虑了 妈 怎么好端端的 说到我头上来了 我看木白就挺不错的 医术厉害就不说了 长得还帅 妈 您说什么呢 木白怎么能行 再说那是弟弟啊 这有什么 又不是亲弟弟 你们俩谁要是看上 可以试着相处一下 老妈不封建的 秦尼尚和秦穆宇顿时有些无语 不过想起木白今天的帅气模样 他们俩竟然有些脸红 我养了你们九个 可是到现在 你们一个结婚的都没有 甚至都连个对象也没有 这真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用 我们都以事业为重 都是像老妈年轻时一样的人 可你们终归要嫁人啊 老妈年轻的时候 因为感情受伤 才铺在事业上的 我们九个曾经说过 男人都靠不住 我们要靠自己 而且就算要结婚 我们也要嫁给同一个人 嫁给同一个人 这些小妮子们 胆子怎么就这么大 什么虎狼之词都敢说呀 四姐这么早就起来变拳啊 叮 恭喜宿主获得神经武术 一宫暖流变步木白的全身 小多男竟然变成了八块术基 木白 要不要下来过几招 过招 嘿嘿 正好试试这个神经武术 好啊 看不出来 你竟然还有两下子 这小子竟然有如此实力 就在秦牧宇走神之时 木白趁机进攻 木白一脸猛逼 然而三楼阳台上 秦清红对于这些看在眼里 会心一笑 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 不好意思大姐 我刚洗完澡 只顾着开门了 想不到这便宜弟弟身材这般好 大姐 有事吗 听木宇说 他昨天给你送了礼物 我作为大姐 自然也要送你一件 大姐 这是 我昨天看到你借了庸人们的银针 所以今天早上命人给你买的 希望你能喜欢 谢谢 你太贴心了 我正好缺一副银针 对了 大姐 你知道附近有没有骨丸街 你想去买骨丸 嗯 我爸和秦阿姨结婚 我总不能什么也不送 所以想去看看能不能遇到合适的礼物 原来是这样 有事有 不过假货比较多 我今天上午正好没事 可以带你去看看 那就麻烦大姐了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观察观察这个便宜弟弟 恭喜宿主获得鉴定提示框 这个系统的触发机制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不愧是辅助系统 眨眼间 木白的眼前就出现了许多提示框 这也太牛白了吧 木白 这地方全是假货 只怕今天我们是白来了 再去前面看看吧 走着走着 木白突然眼前一亮 便快步走了过去 这是一间送代化的尾座 价值五百元 但是那里加层却有真迹 价值难以估量 小伙子 喜欢吗 喜欢一千元拿走 也让哥哥今天开开张 这个价格有点贵 一看就是一副房品 老板 这话五百元卖不卖 五百 那太少了 最少也要九百 木白二话没说 直接走开 就在木白心里 莫属一二三的时候 那个老板喊住了木白二人 接下来 木白又买了两件东西 大姐忍不住了 开始吐槽起来 木白 你买的东西也太刺了吧 这东西能送人吗 嘿嘿 这可不一定 不一定 你以为我不识货呀 就你刚买的那话 一百我都嫌贵 还有那个破手镯 脏兮兮的 不信我们来打赌 姐 你有认识的鉴定古玩的专家吗 有啊 就在这条街上 我带你去 让你死心 怎么了 郭老 别急 带我擦拭看看 郭老 这玉手镯就好像活了过来 恭喜大小姐 这对手镯 如果老朽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宋代的能工巧匠所造 办起来应该是皇室用品 这里有个小字刻证 宋代的玉镯本来就少 这价值保守估计定然在三千万左右 三千万 真的吗 郭老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嗯 这个玉班纸 怎么了 郭老 这可是乾隆皇帝的遗物啊 啊 你没有看走眼吧 错不了 这门玉班纸的价格 绝对在一亿上 只多不少 这小子的运气简直逆天 至于这幅画 尾座 不值几个钱 最多也就是五百块吧 郭老 这里有没有拆画用的工具 拆画 难道这画有加层 来人 快给我取拆画工具来 郭老 这个画很厉害 大小姐 您有所不知 这幅画当年据说 在战乱中被烧毁 都说博物馆里面放的 其实都是假货 没想到今天能够再次 见到这样一幅画 这画乃是真迹 绝对错不了 而且很难估算其价值 就是要估价 起码也要五亿以上 一两件还可以说是运气 连续三件都简陋成功 这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 新人的医术 随手简陋的古文 竟然就价值六个亿 这样的人还需要 贪图我秦家的家产吗 对了 大姐 这个手镯送给你 看到木白手里的玉手镯 秦霓裳 有些愁愁 虽然秦家不缺钱 但是郭老说 这手镯可能价值三千万 大姐 可不能不收啊 毕竟早上 我还收了大姐的银针 其实木白一早就看出 大姐喜欢这手镯 所以还打算送给她的 秦霓裳 犹豫片刻 便接了过去 戴在了手腕上 心里甚是喜欢 大姐 这手镯和你简直绝配 还行吧 对了木白你之前 学过古文鉴定吗 之前感兴趣 就看了一些书 学习了一些 自学的 对了后天 我们有场赌事交易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一顿饭下来 把秦霓裳和木白的关系 拉得非常近 而就在俩人 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呦 秦总 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怎么是你 哈哈 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吗 优质是哪家的小白脸 秦总不是说过 从不和男子单独吃饭吗 史亮 你不要没事找事 给我让开 我都说过多少遍啊 我不喜欢你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小白脸 史亮是秦霓裳的追求者之一 只是史亮家和官方有些关系 所以秦霓裳一般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我们走 你想干什么 我们来玩个游戏 如果这个小白脸打得过我的手下 我就放了你们 是你呀 走吧 大姐 你 你 小子 有种你不要走 怎么 你还有什么招数 你有种 留下姓名 他让我定当灯门找回场子 哼 这下麻烦了 这货是个死柴烂打的主 我自己倒无所谓 秦家家大业大 要是经常有小人从中使坏 被地理出阴招 那就太烦人了 叮 恭喜宿主获得小弟卡 只要宿主选择绑定对象 该对象便会成为宿主小弟 对宿主言听计从 绑定史亮 大哥 我看你鼓个惊奇 定非常人 能否留小弟在你身旁安全马后 为你蹲茶送水 这史亮脑子瓦特了 不会有什么套路吧 安全马后就没必要了 记住了 这是我大姐 以后不准再去打扰我姐 而且不准做对秦家不利的事情 听到没有 是 大哥 以后我史亮全凭大哥拆解 这是我的电话 小弟我随叫随到 嗯 你先回去吧 秦妮上有点猛圈 她愈发觉得木白神秘而强大 这史亮脑子坏了吧 不过 姐还是要谢谢你 客气了 你是我姐 看到别人欺负你 我怎么能忍气吞声 听到木白这话 秦妮上很是感动 看向木白的目光愈发温柔 想想 一开始对木白的恶劣态度 秦妮上不禁有些羞愧 她心中暗下决定 以后要好好对待木白 哼 你们俩偷偷逛街 竟然也不叫上我 啊 早上走得匆忙 而且秦阿姨需要你保护 下次一定带上你 哼 木鱼姐 不要生气 这是我给你选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这玉斑纸古朴典雅 观之让人心性生惠 谢谢 弟弟 我很喜欢 四妹 这是木白在古玩街买来的 当时买的时候几百块 后来找于轩阁的国老 鉴定了一下 竟然是一枚乾隆皇帝用的玉斑纸 价值至少在一亿以上 原来这么宝贝 那我更喜欢了 木白 这东西太贵重了 不碍事的 都是简陋回来的 对了 我也有礼物送给爸和秦阿姨 还有我们的礼物 小木真是有心了 这画古朴大气 画功精湛 一派富贵祥和之意 这画很好看 我很喜欢 谢谢你 小木 妈 这幅画是南唐画家徐希的真迹 名叫玉塘富贵图 据郭老说 价值难以估量 至少五个一以上 秦家也就是有几百亿 但是大多是资产 并不是现金流 而这幅画竟然就值几个亿 这让秦清红内心很不平静 秦阿姨 不用放在欣赏 就是一张画而已 我捡漏买的 也就是七百块钱 秦清红细想了一下 从木白这几天所带给他们的惊喜 他的心中更加确定了一件事 而旁边的肖建设 至今一脸黑人问号 这是我儿子吗 我儿子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不知道 而今天大姐带我来到了赌事会场 可就当我们踏入会场的时候 就遭到周围众人的指质点点 不会吧 这么离谱 你别不信 看见秦历上身边的小姊妹 据说就是那的司机的儿子 真是有趣 老子抱上了富婆 儿子也跟着沾光 这个小白脸的长相 还真是天生吃软饭的料 听到这些议论的声音 秦历上不禁皱起了眉头 木白 不行你先回去 没关系的 一群小丑罢了 就在这时一名男子一面走来 倪上姐 苏总 别来无恙 你身边的这位是 这位是我弟弟 肖木白 他就是那个 哈哈 我去那边打个招呼 就先失陪了 大姐 刚刚那个是 他呀 就是魔都苏家的二少爷 苏海 典型的顽固子弟 恐怕他也想追大姐你吧 让你平嘴 还开起姐姐的玩笑了 大姐 我错了 你松手好吗 你先自己逛逛 我去那边打个招呼 好 兄弟 有没有看上的石头 要不要哥哥给你推荐推荐 你有看上的好石头 那是自然 你看前面那块石头 虽说标价五百万 但是色泽光亮 上面微微泛着绿光 一看就是一块好石头 有意思 这是故意坑我呢 的确不错 不行就买下吧兄弟 你怎么不买 哥哥这不是缺钱吗 我第一眼见到老弟你就感觉格外钱 一般人我才不会多这一嘴 听哥哥的给他拿下 这块石头就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 这块石头 我没有兴趣 是赔了 哇 这个小白脸竟然不上当 苏海早在木白他们来之前就研究透了这块标价五百万的石头 毕竟苏家就是搞玉石生意了 经营玉石市场多年 看适合品食的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 极品帝王率 标价二十万 就你了 老板 这石头我要了 现在就给我解开 木白 这是你买的石头 嗯 二十万买的 秦妮上一脸冷圈 他明明刚走开一会儿 木白就整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刚才还在嘲笑他是个小白脸的众人 现在眼睛里只剩下了羡慕极度恨 先生 这是您开出的石头吧 是我开的 怎么了 在下 福门贸易公司经理王佛 不知您的这块几品帝王率可否割爱 这个你还是问一问我大姐吧 我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秦妮上一听木白的话 心里十分高兴 因为青红集团也做珠宝生意 他现在正发愁没有好的玉石料子 有了这块帝王率 至少可以解决缺少预料的问题 对不起王老板 我们青红集团正好也需要这块预料 所以我们不打算售卖 秦总 我愿意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两成收购 你看 王总 这块帝王率 您给再高的价格 我们也不卖 那好吧 我只能在接下来的第二场拍卖会碰碰运气了 秦总 如果您改变主意可以随时联系我 木白 谢谢你刚才没有直接答应王老板 而是首先询问我的意见 客气了 姐 我们是一家人 我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你的意见 说得好 我爱听 至于这块帝王率 我也不会让你吃亏 青红集团会以市场价格一出两成的价格来从你手中收购 姐 别说你不要 这是就这么定了 听我的 那好吧 各位 如您所见 这石头已经出绿了 看品相大概率还是帝王率 所以这块石头的起拍价格是一百万 现在可以开拍 随着主持人的话讲完 顿时不断有人加价 木白 这块石头应该不错吧 大姐 这个石头不怎么样 千万不要买 这位先生出价一亿两千万 现在还有没有人出价 一亿两千万一次 一亿两千万两次 一亿三千万 这臭小子什么情况 不是说这石头不怎么样吗 难道是故意的 奶奶的 和我玩音的 一亿四千万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六千万 一亿七千万 两亿 苏兄 破例不小 恭喜苏兄获得宝石 弟弟我就不和苏兄争了 告辞 兄弟 这么着急走干嘛 留下来欣赏一下宝石吗 主持人 现在就给我切开 这怎么可能 两亿就买了一块破石头 臭小子 你赢我 是又怎样 你不一样想坑我 让我花五百万买一块破石头 我不过是以欺人之党 还着欺人之身罢了 你要是想报仇 我随时奉陪 苏海 我提醒你一句 秦家的人可不是软柿子 大姐 我们回家吧 师父 弟子又来叨扰您了 穆朗 你以后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归 还有就是 也别叫我师父了 挺别扭的 那怎么能行 学医无先后 达者为师 对了 这位是我的孙女 穆若斌 听说师父会悬以神针 所以他也希望见识见识 你好啊 小哥哥 穆朗把他孙女带来是什么意思 房间内 穆白向穆朗和他孙女 说起了悬以神针的使用方法 穆朗大为赞叹 而穆若斌却小心脏砰砰直跳 难道 这就是 一见心动的感觉吗 晚上 秦清红把他的两个女儿 叫到了房间里 霓裳 穆鱼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穆老爷子的孙女穆若斌 他今天看穆白的眼神 妈你的意思是 他看上穆白了 嗯 以老妈我看 一准没错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傻呀 像穆白这样的好男孩子 将来肯定不会缺少女朋友的 你们不管是谁 都可要把握住机会呀 妈 咱不说这个了 我心里有数 我还是觉得先以事业为重 大姐多不急 我就更不急了 妈您就别操心这事了 第二天 秦牧宇随着秦清红和李建设一起去了国外 开始了他们旅行全球的境 到了晚上 顾白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丁 恭喜宿主获得阴眼视效 阴眼视效将辅助宿主获得超强的视据 并且帮助宿主能够夜间失误 如同白天一样 不对 系统怎么突然给了我这项能力了呢 按照系统以往的尿性 往往为了辅助现实需要才会赋予一项能力 莫非 是谁 难道是苏海派来的杀手 这个女人身手不简单啊 第二天 木白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秦妮上 秦妮上一警 可没疑惑 秦妮上若有所谓 也没有说要报警或者要派保镖看护别墅 只是一笑置之 大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木白你想多了 我们可不怕 除了你四姐外 我们还有别的守卫在暗中保护 嗯 别的守卫 说不定你昨晚遇到的就是暗卫 啊 暗卫 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你一个人在家乖乖的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老姐的疼爱 木白看了眼餐桌 发现大姐没有吃多少就去公司了 突然有了做饭的想法 丁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厨艺 嘿嘿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嘿嘿 大姐一定会喜欢的 就当木白感到疑惑的时候 忽然听见餐厅里有响动 原来是你 这次你休想逃掉 少爷快住手 那是七小姐 啊 再去做一份 霓裳姐 七姐情自影是怎样的人啊 你见到她了 嗯 就在我面前 八姐 七姐到底是做什么的 昨天晚上她竟然潜伏在我的卧室 刚才还偷偷吃我给你准备的午饭 还有这事 她呀 就是一名暗影卫士 专门为官方部门服务的 但是关于她的具体工作 我也不是太清楚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大姐 我待会给你送饭 吃了你的东西 嫩 送你的礼物 七姐 你客气了 你既然收了大姐和四姐的礼物 总不能不收我的礼物吧 那好吧 这就对了 你既然是我弟弟 我是你姐 以后我照着你 再给我来一份 公司内 一个个面容各异 气氛凝重 秦总 这个化妆品项目 我认为现在可以砍掉了 我不认为应该砍掉 我们应该再努力一下 不能如此轻易放弃 哼 不放弃 难道还要继续亏损 我们是商人 不是搞执散的 既然不赚钱 就放弃吧 秦总 是啊 秦总 董事会对于这两年 您的决策很是质疑 对于您是否应该继续担任 总裁之位表示深度怀疑 嗯 几位书败是什么意思 几个人就像商量好的一样 陆续出来说到 这帮人全是公司的股东 曾经在秦清红崛起的时代 分到了集团股份 赚得盆满钵满 没想到现在想要得到更多 秦林上感受到了威胁 毕竟这些股东联合起来的股份 可以和秦家站的股份 平起平补 逼宫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 这是我妈创办的企业 现在你们想要造反吗 不大一会儿 众人灰溜溜的离开 面上的表情各异 大姐 生气了 我刚刚在门外听了个样 大姐 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 就是旗下的化妆品公司 一直没有研发出全套产品 这两年初的产品 市场一直反应平平 所以公司在化妆品这块 一直在亏损 原来是这样 如果我给你提供配方怎么样 你 你有配方 姐 你忘记了吗 你弟弟再怎么说 也懂一点艺术 中医里美容养颜的股方 可是有不少呢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不过这能行吗 姐 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 我再会写个古代皇宫里的 女人们保养皮肤用的方子 我再给她优化下 咱试试不就知道了 好 那就试试 随后秦妮上叫来了秘书 吩咐了下去 好了秦总 我这就去 秘书走后 秦妮上的目光落在了 木白的便当上 馋了一口口 过为吃惊 随后又掏出了手机 拍了张照片 虽然午餐很家常 但是木白的手艺好棒 竟然做出了 三星米其林厨师的水准 哇 大姐 你不讲武德 一开始你还说 木白是个骗子 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沦陷了 就是就是 你这自己打自己的脸 也太狠了吧 大姐待不会是 看上这小子了吧 哼 我下个月就回去 也去见见这个臭弟弟 弱弱的说一句 木白的饭是真好吃 啊 姐姐我才不在乎 你们说的话呢 哎呀 有个臭弟弟的感觉真好 这个样品 这脉相 这脉相 这气味 我怎么感觉 好像不靠谱的样子 秦总 这是古法工艺制作出来的 完全按照了古方上的制作流程完成的 大姐 这不能怪我呀 古方就是这么写的 不过 虽然脉相有点非主流 或许效果很好呢 你试试 我这皮肤是也试不出效果呀 这样吧 秦总 我去招物下志愿者 优先找些皮肤详思明显的女生来 好 就这么办 小凤 来试试这个面霜 好的呀 可你答应的三百可不能少哦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这是我的错觉吗 嗯 哇 快你们俩也抓紧试试 哇 秦总真是会演读剧 这款产品绝对会大卖的 什么大卖 我看这款产品绝对能占领国际市场 哈哈哈哈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大姐吗 木白姐姐爱死你了 木白 你说这个面霜应该叫什么名字 就叫泥山吧 好 就叫泥山 木白 你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你是我姐 说谢谢就太见外了 那可不行 既然这个方子是你提供的 是你的劳动成果 那我就要付出相应的报酬 姐 我写这个方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发愁难过的样子 木白这话让秦丽上十分感动 他情不自禁的 股长 我知道你不在意 但是你知道吗 木白 这张方子对我是有多么的重要 这几年青红集团看似稳固 实则内忧外患 集团急需开拓其他项目市场 然而在化妆品项目上 投入了两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大的进展 甚至是一直在亏损 没有见到任何盈利 而你这张配方的出现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甚至让我看到了青红集团更进一步的可能 所以 泥山这个品牌 我决定有你持股50% 而我持股另一半 姐 这不合适吧 我又不懂金银 情迷上抱着木白的胳膊 贴得更近了 语气像是生气又像是撒娇 木白只能无奈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几天 情迷上都不怎么回别墅 甚至是吃住都在办公室 而在别墅内正在玩手机的木白 被七姐通知和她一起去机场接八姐 今天我和七姐来到机场接八姐 没想到我的八姐竟然是当红大明星 我直接压麻呆住了 回到别墅后 八姐送我的见面里竟然是一辆价值4000万的 帕加尼峰之子 就在我满心欢喜的时候 连续加班多日的大姐回来了 语晴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哪里的话 既然你们研发了新的化妆品 我回来帮自家公司代言 这是应该的 可是语晴 这样会不会和你在的天鱼公司的合同起冲突 毕竟这次邀请没有通过你们公司 这个不碍事的 我先斩后奏 之后给助理说一下就行 你该不会又是偷偷跑回来的吧 嗯 差不多吧 对了 你说你们公司开发的新产品非常的出色 不知道我能不能提前试用一下 当然可以了 哇 这款面霜简直太厉害了 怎么可能这么神奇 姐 这个代言不许交给别人 一定要让我来 那还用说 西西 这款化妆品是你们公司开发的 怎么 我们公司就开发不出来 不是 之前你们开发的太过一般了 但是这次怎么会这么好 你猜这是谁开发的配方 哎呀 姐 就别卖关子了 其实都是木白的功劳 是木白写出的中药材配方 木白弟弟这么厉害吗 呵呵 只是懂点医术罢了 该送个什么礼物给八姐呢 丁 恭喜宿主获得神级音乐天赋 现在八姐已经隐隐有音乐小天后的称号 如果再加上几首好的歌曲 说不定可以更进一步 稳定乐坛地位 西西 给八姐写首歌吧 木白和秦宇晴来到餐厅 两人边吃边聊 倒是十分惬意 然而一个电话的到来 使得秦宇晴神情微变 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事业上的事情 其实 刚刚给他打电话的是他的经纪人 经纪人抱怨秦宇晴偷偷跑到魔路 还有刚刚发行的歌曲专辑销量欲 木白看到秦宇晴愣愣不愣 便想起昨晚写的歌 姐 你看看这首歌怎么样 你还会写歌 秦宇晴接了过去 不由好奇地看了起来 他一开始并没有多在意 甚至最后自己哼唱起来 这歌真是你写的 嗯 怎么样 非常出众 有可能成为经典 看到你刚才说事业上有麻烦 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帮到你 这歌的潜力很大 你真的要送给我 当然 这是我昨晚专门为你写的 昨晚写的 这样一首可能成为经典的歌曲 你一晚上写的 是啊 姐 你要是不幸的话 我现在给你弹首钢琴曲子吧 你还会弹钢琴 略懂一点 既然要装十三 那就装全套的吧 木白的琴声一出 本来有些吵闹的餐厅突然安静了下来 众人纷纷望向钢琴的位置 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仿佛化身雕塑 就连人称音乐小天后的琴与琴都震惊不已 因为他 竟然不知道木白弹的是什么曲子 演奏结束 在热烈的掌声中 木白回到了座位 怎么样 弹得还行吗 你刚刚弹的是什么曲子 名字吗 我还没想好 你的意思是 刚才即兴创作下 我想想哈 要不然名字就叫雨晴吧 小祖宗 赶紧回来的 不能再这么耍小脾气了 这次专辑销量太差了 天余的高层 都打算冷藏你一段时间了 容姐 他们这也太过合拆桥了 之前我为他们赚了那么多的钱 没想到现在这么对我 雨晴 这个社会是现实的 你现在唱不出红的歌曲 没有办法持续为公司盈利 他们自然不想对你继续资源倾斜 谁说没有好的歌曲了 我现在就有一首 不过我现在想和天余解约了 什么 解约 雨晴你可想好了 你跟天余的合同 还有两年时间才到期 这个时候解约 那可是要支付几亿违约金的 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其实很早我就有过和天余解约的想法 自己创办自己的娱乐公司 不过现在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容姐 我要离开天余 雨晴 这是可不能耍性子啊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是现在吗